觀眾朋友大家好 世紀論壇節目今天又和您見面了 20世紀60年代的中國文化大革命 不僅在中國當代史上 而且在整個世界史上 也寫下了極為重要又極為複雜的一章 已故的著名漢學家費正清曾做過這樣的評價 中國文化大革命的驚人性 可與1790年的法國大革命比較 然而在其規模、影響與複雜性方面 它又大大超過了法國大革命 無論從哪一個方面看 這都是一個值得世世代代 長期研究下去的歷史課題 可是在文革結束已經有近30年的今天 文革研究在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學術界 仍是一個泛盡的獨立研究課題 因為原始資料的系統性整理工作的困難 阻礙著這一重大研究課題的發展 直到1998年為揭示歷史真相 推動文革研究這一重大歷史課題 以現任職加州州立大學的圖書館學者 宋永毅先生為主 由來自北美地區近十位大陸和台灣學者 組成了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編輯部 開始了這一浩大的歷史編輯工作 宋永毅先生並為此榮獲美國最大專業組織之一 美國圖書館協會2005年度保羅哈羅德勇氣獎 這也是宋永毅先生繼去年10月 榮獲美國國家21世紀圖書館館員獎後 獲得的第二個全國性榮譽 他也為此曾被中共已向境外提供情報資料的罪名逮捕 為何宋永毅先生會選擇研究文革這一極具挑戰性與危險性的課題呢 宋永毅先生在6月28日 於芝加哥接受保羅哈羅德勇氣獎之後 接受了本台的專訪 這段歷史對我們這代人來說太重要了 對整個中國來說太重要了 那你看這個中國就是50年嘛 這個到現在為止50多年 那個前面17年 那是就是說這個文革前 中間是10年是文革 然後76年到現在將近20年左右 那是西方的史學家甚至稱為是後文革時期 所以這個文革對這個文革以後的中國發生的影響太重要 另外呢我們現在大家有一個共識嘛 就是說這個文革呢就像這個希特勒的大屠殺 對吧就像這個歷史上的所有那些可恥的事件一樣 但是中國人尤其是中國政府 他想使這個人民群眾忘卻 他採用的辦法就是說使得忘卻 你想想看現在這個很難想像 像毛澤東的紀念堂啊還在天安門廣場上 那毛澤東就像希特勒一樣 那你現在可以想像這個 在柏林的市中心有個希特勒的紀念館 人民還去讚揚 這個就是因為大家忘卻了文革 而且中國共產黨呢 他為了他的合法性 那麼他還是就是說 對文革只是說是一個錯誤啦 是個黨好像是個別人犯了錯誤啊 毛澤東本身他是只不過是犯錯誤啊 而實際上毛澤東是最大的罪魁禍首 所以我覺得這個研究文革啊 尤其是中國目前還是一個專制制度 無論對中國的政治改革也好 對人類歷史上不要忘卻這個苦難也好 這個都是意義非常重大 那我剛才說了我個人的因素 因為我是文革過來的一代 那我在想如果我們這一代不收集材料 不把這個歷史保存下來啊 恐怕下一代是非常難理解 那現在已經出現這麼多的混濫的現象嘛 你比如說現在的中國的文革 毛澤東的那些東西文革的樣板 都已經做為一種商品了 也就是說它是一種商業性的紀念文革 而不是一種歷史性的學術性的 或者說嚴肅的政治性的紀念文革 那這樣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啊 我覺得就更為重大 1999年8月 宋永毅先生在北京收集文革材料期間 被中共國安部門拘留 並於同年12月24日 已向境外提供情報資料的罪名正式逮捕 而其中一條罪名竟然是 盜竊了430公斤的國家機密 國家機密居然用公斤來計量 在採訪中宋永毅先生向我們介紹了 這場中共導演的可笑荒唐的鬧劇 那麼這個我99年被抓的事情呢 我覺得不是偶然的 為什麼 這個和中國政府啊 一貫禁止文革研究有關 那我回去不過就是像任何一個獨立的研究者 收集一些研究資料 然後呢編書寫書 這個任何的做研究都是一樣的 但是為什麼他們要把我抓起來 而不把另外的 比如說研究中國甲骨文啦 研究中國唐代文學啦 那是因為這個唐代文學 對他們的政權沒有威脅 而這個文革呢 恰恰是觸及了這個中共政權 最關鍵的東西 就是它的合法性 因為如果你研究文革 你就會發現 不是一個什麼毛澤東的問題 更不是私人幫的問題 是整個中國共產黨的問題 那你再獨立研究下去 你就得出一個結論 就是說這個黨不行 中國要發展 絕對不能夠就是說 有這個黨來控制 更不用說它一黨專政 那麼你還有一個東西 就是你如果說 把目前中國還在進行的政治運動 和文革中間比較一下 我當時這個1999年回國啊 參加一個學術討論會 當時正好是鎮壓法人公 當時呢實際上這個會上 不滿安全局的密探 那我呢也是在美國呆灌了 學術自由灌了 我當時就說 我說怎麼說文化大革命 就說了文化大革命 明明你沒有去說嘛 我看這個批判法人公 就像P0P孔一樣嘛 然後下面就哄堂打笑 然後我抓進去啊 也是一條罪狀 他第一天晚上審訊我的時候說 說你還不僅僅研究文革嘛 說你還參與目前的政治運動 而且你的立場是很反動的嘛 那我當然也反動就反動了 也就愣了 對吧 我是說了這個話嘛 所以他們抓我的目的很清楚 就是想阻止獨立的文革研究 因為我比較薄弱嘛 當時我還不是美國公民 我又是黃皮膚 不是高鼻子 藍眼睛 對不對 雖然從美國來的 但是我的鼻子 就是比人家矮久嘛 皮膚就是比人家黃嘛 對不對 所以他們抓我呢 就能夠把那些洋人給嚇住 所以他們啊 是這個就是說 是怎麼講呢 一石三鳥也好 殺雞給猴子看也好 就是說他們把我作為犧牲品 那麼後來怎麼會放出來呢 因為開始的時候呢 他們把這個案子搞得很大 就說我是中央情報局特務啊 那天晚上 是吧 這個很成像樣 而且對外宣布也是說 我對自己的犯罪事實 共認不違 對吧 這個都是文字遊戲嘛 因為所謂的我的犯罪事實 就是我到北京盤俠園那些地攤上 買了些小報 這個不是犯罪事實 這是正常學術研究 他把它改成犯罪事實 我對我的研究 當然共認不違了 對吧 為什麼要 這個是光明正大的事情 那麼 但是他們講出來的那些證據 實在是可笑 比如說他們在這個 外交部發言人嘛 所以中國的外交部 形象糟糕透頂了 所以某種程度上 也是給中國國家安全部給作件的 因為外交部又不搞案子 他們就照崩宣讀 說我盜竊了430公斤 430公斤的國家劑灭 結果這個那個外交部那個發言人一說啊 下面外國記者都開了鍋了 因為你說我盜竊了一個 比如說這個威瘦膠卷 那人家相信 你說我盜竊了一份 一份也夠判十年了嘛 對不對 一份或者說十份人家都相信 你說430公斤人家就昏過去了 當場就說說這個國家劑灭 以公斤來認 這個還算不算國家劑灭 所以可見他們的荒唐 你想搞法人公也好 搞民主黨也好 搞最近抓的這個司濤啊 這個說他泄露國家劑灭啊 那個一個普通的邊界 都是搞這一套 那麼反過頭來講 我研究文革 這個就是文革的一套 你看文革搞劉少奇 搞羅內卿 搞彭德華 都是說理通外國 外國間諜 外國特務內監啊 都是要和外國搞一個邊 那當然現在這個 泄露國家機密嘛 也是這個樣子 那麼後來呢 就是在國際社會 強大的壓力下 尤其是當時 中國想這個加入WTO嘛 所以他就把我作為人質呢 就交換 那麼就把我釋放了 恐怕我到現在為止 還是唯一一個一個無罪釋放的人 就是被控以泄露國家機密 無罪釋放 許多西方的中國研究學者 一般將中國從1976年到1989年 劃分為後文革時代 而認為1989年六四後的中國 是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而宋永毅卻認為 今天中國的後文革時代還在延續 我認為呢 這個後文革時期啊 還在延續 我是這麼來看 第一個 就是說這個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的這個意識形態 他對中國主要領導集團 也就是中共領導集團的 這個影響 是不是還存在 或者說還是他主導的意識形態 我們暫且不說這個意識形態 現在在老百姓中間怎麼樣 我看在老百姓中間 在他七千萬共產黨員中間 這個是不可能存在的 那麼現在不是有句話嗎 說中國什麼都是假的 就是那個共產黨也是假的 只有這個假字呢是真的 那麼你看這個 無論是江澤民也好 無論是胡錦濤也好 他們都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 而且一個舉的比一個高 對吧 你像現在胡錦濤啊 他跑到延安去了 他跑到西百坡去了 延安精神 西百坡道路 訪平問苦啊 諸如此類 都是毛澤東那一套 意識形態之內的 家庭控制 這個和文革都一樣 你像江澤民搞法人公 搞民主黨搞 異議人士 完全是毛澤東那一套 那你像毛澤東 唯一的區別就是說 毛澤東一般說來 他搞人呢 是以反革命罪 那麼鄧小平 當然毛澤東 主要的搞的一些政諜 也還是用間諜罪 那麼鄧小平呢 就把他的這個 變成了一個顛覆政府罪 搞了個法律吧 那江澤民 胡錦濤呢 覺得顛覆政府罪 也不太過癮 因為顛覆政府 人家幫賣賬嘛 老百姓覺得你這個狗屁政府 本來就應當顛覆的吧 那麼他就利用一些民族主義情緒 現在就是出賣國家 殭滅罪 間諜罪等等 那麼你看這個思路 意識形態來說沒有變 所以這個文革的意識形態沒有變 第二個呢 我看從這個形式上來看 文革的最主要形式是群眾運動 那麼當然這是一個政治性的群眾運動 人人搞政治啊等等啊 但是文革你也不能說 它光是一個政治性的群眾運動 比如說工業學大慶 農業學大債 到處去開提田 它也是一個經濟性的群眾運動 那麼你現在看鄧小平也好 你看江澤民也好 包括胡錦濤也好 他現在雖然不太搞大規模的政治運動 他是不是搞也搞 比如說整法人公就是大規模的群眾運動 只不過是群眾興趣不大 比如說整異議人士的 像六四以後的整那些學生啊 這個也是大規模群眾運動 只不過是群眾不願意自相殘殺 所以他搞不下去 但是我們看另外一個 他搞經濟活動 就是說一起向錢看 這個錢不是前面的錢了 是錢 現在的腐敗 毛澤東時期的腐敗 是一小撮人的腐敗 鄧小平時期的腐敗 是一小部分人的腐敗 江澤民時期的腐敗 是大部分人 或者說整個黨的腐敗 那現在到胡錦濤啊 我想是人人都想腐敗 這個雖然誇張了一點 但是中國現在的道德問題啊 恐怕不是十年能解決的 不是一個平反能解決的 你看這個群眾運動的方式 沒有變 要么全民搞階級鬥爭 要么全民搞掙錢 所以這個第二個問題 也是沒有變 第三個問題就是說 它那個體制關鍵沒有變 這裡要搞清楚一個問題 就是說 好多西方的學者也好 包括中國人也好 覺得現在是比以前自由的多了 你比如說你在小菜場裡面買菜 儘管供應還不錯 但人人罵江澤民 人人罵胡錦濤 他也沒把你怎麼樣 對不對 那我覺得這裡面很重要的一個區別 在什麼地方 就是說 這政者 他的主觀願望 和他客觀能到達的效果的區別 也就是說 並不是說胡錦濤江澤民等人 他不想控制那些小菜場馬的人 而是他們沒有辦法控制 為什麼 第一他沒有毛澤東的權威啊 對不對 沒有毛澤東這種人神合一的個人崇拜的力量 第二個來說呢 經過文化大革命 這個中國共產黨這個組織 可以說是他的戰鬥力徹底被摧毀掉了 那麼現在又沒有意識形態 現在的共產黨還有什麼意識形態嗎 他根本就沒有意識形態 對吧 什麼都有就是沒有馬克思主義 什麼都有 實際上也就沒有毛澤東思想 當然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本人所作所為 也是相違背的 這些人都是偽君子 所以就是說你千萬要看清楚 就是現在的民間的力量 到每一個人都認識到 就是說我可以罵 他就奈何你不得 他總不能把世界全中國的人都抓進去 就是像這個退黨也是這樣 如果說每個人都宣布退黨 那他這個黨就沒有戰鬥力了 對不對 哪怕像現在這種情況 不是一個真名實性的退黨 是一個精神上的或者聂明的退黨 對他也有很大的摧毀力 也有很大的摧毀力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目前我個人認為 還是一個後文革時代 在6月28日的保羅哈羅德勇氣獎的頒獎儀式上 全場響起了同行向宋永毅先生致敬的熱烈掌聲 該獎的評審委員會主席凱爾布羅指出 我們之所以把2005年美國圖書館協會的保羅哈羅德勇氣獎授予宋永毅 是因為他直接面對中共執政者的巨大壓力和反對 忠實地記錄和保存了中國文革的歷史真相 直面這些壓力和反對 突出地表現在他為追求精神自由而經歷的牢獄之災 而宋的抗爭正是該講所倡導的一個精神的境界 他可以使人堅毅的不屈不撓地直面逆境困境甚至危險 好觀眾朋友今天的論壇節目就到這裡 廣告過後請您繼續收看本臺的全球綜合報導